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是再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是不敢拦的 到后来又看到众骷髅温顺的像小绵羊 就彻底放弃了抵抗 想着多半是韩光君默许为前辈休息轨道 否则韩光君不会不干预的 那既然韩光君都不干预 我一个小小的门生 哪有资格说三道四 门生很快就被自己的想法说服了 不仅任由魏无羡带领众骷髅扬长而入 还望了往山上通报 更别说示警了 于是魏无羡一路畅通无阻地带着他的骷髅大队 打入到了云深不知处的腹地 说来也巧 魏无羡和他的众徒儿 在满云深不知处耀武扬威的时候 正是深思出 蓝师长辈和晚辈们都在室内刻苦修炼 整个云深不知处如无人之境 魏无羡晃晃悠了小半个时辰 硬是一个人也没遇到 真正是显白得极为寂寞 不过魏无羡不是甘于寂寞的人 更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信念 就想到既然没有人出来看 那他就主动送上门给人看 至于送给谁看 魏无羡一息之间就排好了序 首战必须是启蒙般 江年年等小小伙伴们看到他的骷髅大队 肯定会对他更加崇拜 第二战自然是初级班了 收徒的喜悦是肯定要和唐俊德等小伙伴分享的 第三战就是去雅士了 蓝启仁定然在翘首期盼 第四战就要去蓝西辰的韩士了 身为蓝家家主 更是除蓝忘机之外 魏无羡最喜欢的人 他魏无羡收徒这么大的喜事 是绝对不能跳开蓝西辰的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还可以安排第五战 第六战 乃至无数战 直到云深不知处的每个人都知道 他魏无羡是王者魏英才能勉为其难的告一段落 只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 有点事与愿违 魏无羡守战就失利了 当魏无羡将骷髅大队带进启蒙般之后 不消说将年年等四到六岁的小娃娃们 被吓得娃娃大哭 乱作一团 就连蓝博汉老先生也差点魂飞魄散 牙关打架地问魏无羡想干嘛 魏无羡就很惊讶 说他不想干嘛呀 就想让他们看看他的骷髅徒儿有多可爱呀 还跳到暗记上大声安抚众娃娃 说他的骷髅徒儿不吃人 还会跳舞 而后就真的只会众骷髅跳舞 众骷髅还真是很争气 在魏无羡的号令下 有模有样地跳起了舞 动作整齐到令人发指 只是越是如此就越是诡异 众娃娃先是破体微笑 之后就哭得更大声了 差点掀翻了屋顶 蓝伯汉老先生战战兢兢 将魏无羡以及他的骷髅徒儿 请出了启蒙班 而后小心翼翼问蓝旺鸡 知不知道此事 魏无羡就自豪地打飞索问 说蓝战说我是王者魏英 蓝伯汉文也也就很自然地理解 为魏无羡此行是蓝旺鸡莫许家纵容的了 只好微微摇了摇头 恭送魏无羡去下一站显摆 可想而知的是第二站也不顺利 初级班的小伙伴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 对于妖魔鬼怪有了较为理性的认知 一见到骷髅大队跟着魏无羡陆陆陆续续走进来 还以为魏无羡被挟持 个个如林大敌 唐俊德等几个忠实拥顿 更是立刻拔剑冲上来 在魏无羡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砍翻了好几具骷髅 见骷髅毫无招架之力 众小伙伴备受鼓舞 纷纷加入战圈 有剑就用剑 没带剑的就拳打脚踢 整个讲堂乱成一锅粥 魏无羡急得直跳脚 很想指挥骷髅徒而大回去 但又怕伤了小伙伴们 只好率先逃了出去 而后大喊着将骷髅群图照了出来 初级班的小学员 不了解魏无羡的真实身份 蓝羽海老先生确实知道的 他无力阻拦小学员们 潜欧窟窿 但是追出来问魏无羡 确实毫无压力 所以他追出来了 拉着魏无羡问 魏英 忘记可知道此事 魏无羡此番是落荒而逃 还心有余悸 听到蓝羽海发问 也没搞懂他问的是 此事是何事 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说知道啊 蓝湛说我是王者魏英 蓝羽海角一跺 说忘记真是胡闹 我这就去找他 说罢就急匆匆地往前奔去 魏无羡愣了愣 摸了摸小脑袋 就没看着断胳膊断腿的骷髅徒儿们 很是心疼地问 你们疼不疼啊 众骷髅骑摇头 他们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所以初级班的小学员 既打不死他们 也打不疼他们 魏无羡说了句那就好 然后吩咐众骷髅重新拍对 胳膊腿完好的站前面 少胳膊少腿少脑袋的站后面 鼓舞了一下士气 然后重振旗鼓 重拾信心 朝着蓝起人的雅士进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